三位室友的故事 明快版 阿尼尔 迈克和维基 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一起合租了市中心的一间公寓 这栋楼房是七十年代建的 有种特殊的美丽 但是漏风并且很冷 房东改进了部分设施 比如说他安装了高效的组合锅炉 但他这么做 也只是因为政府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奖励政策 房东最近一次的改进 是在所有他出租的公寓里 都安装了感应控制灯 他拥有这栋楼房里大部分的公寓 经常抱怨人们不关楼道里的灯 导致公用电费上升 于是他便采用了一项政府计划 不仅换了楼梯间的灯光控制 而且他拥有的所有公寓里的各个走廊的灯光控制 也换了 与此同时 安装人员还为室友们提供了新的环保灯泡 用于替换原来高耗能的白制灯 迈克觉得这样挺好 因为他看到别人没关灯时 总觉得很闹心 事实上 新系统很管用 维基是一科学生 经常要在非正常工作时间轮班 因为工作的原因 时常半夜才能到家 有了新的感应器 他就不用摸索着找开关了 因为灯会自动关 所以他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因为太累而忘了关了 室友们刚开始不相信能省钱 但实际上效果挺明显 因为他们用电的模式改变了 他们的供电商 向他们推荐了一个新的能源计划 因为之前电费太高 谁都负担不起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加入这个省电计划 新计划将用电量分成了几个档次 一旦用电量上升到高的那一档 每单位费用就会随之增加 但是只要维持现在的用电水平 就能为他们省钱 迈克还开始更加注意 房东庄的能源监测器 并把它从水壶后面 搬到更加明显的地方 餐桌上 这个能源监测器 可以帮助他们知道 一共用了多少电 甚至还可以查出 每个房间的用电量 因为这种功能 也激发了大家好几次 关于哪个设备耗电多的讨论 阿尼尔告诉大家 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序 可以和能源显示器配套 提供更多的信息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下载 并安装了这个程序 第二天 维基紧紧盯着手机上 这个应用程序 看他的吹风机和直发板 到底用了多少电 他每天出门之前 都一定要用这两样东西 他的发型师 最近建议他 不要每天洗头 这意味着 能少吹头发 少拉直 他把自己省电的事 告诉迈克 迈克说 减少洗澡的次数 也能省电 找到简单办法 来减少能耗的人 不仅仅是危机 阿尼尔意识到 如果关掉电脑 而不是一直开着 就能大大的减少耗能 迈克也发现 如果不让自己的各种电器 一直保持充电状态的话 就可以省电 但维基 有时必须在他做的 有些过头的时候 出来及时阻止他 迈克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再用的 旧手机电脑 却还在为他充电 半个小时之后 他的这台手提电脑 就上了意气网 进行拍卖了 到了周末 迈克赚了100磅 室友们很兴奋地研究 如何更好的使用能源 分享省电窍门 甚至搞了一个周际比赛 看谁耗能最少 输的人要在周日 给其他两个人做饭 他们还检查了 房子里一些大型电器的能耗 发现现在这台冰箱 又老旧又耗电 则作评论 我们下期 усп见 3 5 9 感谢观看